早哈喽 冷時六分 歡迎收看中天氣上見 我是影秀 趕快先帶來關心今天外頭的即時天氣狀況 先來看看桃園的屎門水庫 可以看到 太陽公公開始露出燦爛的象臉了 今天提醒大家天氣越來越穩定囉 好天氣開始要來了 再來看看台北市目前的即時影像了 其實目前台北市呢 26度降雨距離是50% 今天下雨距離算是蠻高的 提醒大家 目前其實青台哈格比已經向北 來移動了 這個替路徑傾施圖修來看看 目前呢 它已經登陸浙江 而且受到了破壞 強度開始減弱 但遲到太平洋高壓持續的增強影響之下 台灣今天天氣的各地都是穩定的多雲到勤 繼續透過了這些衛星雲圖同步來關心 來看的是今天台灣吹的是東南風 在迎風面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太平洋高壓持續增強的影響之下 今天台灣各地的高溫大約33到35度之間 午前午後提醒大家要多注意防曬補充水分 風場偏東南風的影響之下呢 迎方面花東地區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 接下來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同步來關心了 今天白天的部分 其實在東南部地區還有呢 這個包括北部地區都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陣雨 清晨南部也有零星的雨 出門提醒觀眾朋友還是建議要帶雨傘雨去來備用 午後呢中部以北還有各地的山區都會有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而且呢包括了西半部地區恆春半島還有東南部澎湖金門 都有長浪發生機會 提醒您海邊活動仍然要小心 晚上的話呢雨區開始變大 可以看到呢西半部地區雨勢呢會有一些雙 所以提醒晚上仍然對於雨這個部分是不可以清呼的 另外基隆北海岸也可能會出現突發性大浪機率相當高 提醒大家海邊活動要注意安全 最後透過天氣關鍵字為您整理今天的天氣重點了 天氣轉穩氣溫開始回升 午後還是要留意雷震雨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氣象資訊先提供給您